歡迎回到節目的現場 那老江你認為蠟燭熄滅之前特別亮 還是會一身精彩呢 當然來講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但是我個人 老江剛說這張圖做得不錯 我們稱讚一下那個叫什麼 摩爾同步他們的製圖製的蠻漂亮的 我覺得有一些公司是蠟燭熄滅特別亮 有一些公司是這一個 一身精彩 那當然你會不會選這個東西 就是財富重分配嘛 那到底是哪一些公司這個怎麼樣 真的太多1800多 我們沒辦法講 等一下我們會講 對 等一下我們會講 那那個王伯呢 我是覺得他們好像形容詞都特別多啦 你看一身精彩 我覺得這個 這個非常讓我覺得很吸睛你知道嗎 我是覺得啦 我是覺得畫素少一點 然後股票認真做啦 那你要我私下跟他們講嗎 我跟他們兩個都很熟 你可以跟他們講說 那會不會被打 不要一天到晚 你跟他講說喔 不是圖卡做的漂亮你就做的好 因為 不過這一張比這張漂亮喔 對對對 這一張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我們稱讚一下王文良 這條事 不錯 而且這個話講讓我們去想 剛剛老鄉問我說 蠟燭熄滅之前有沒有特別亮 我們就很認真想這個問題 有一個問題是這樣啦 就是說 要 彌明之前的這個黑暗是特別黑的 特別黑暗 這個是有啦 所以也是 有類似狀況不過 所以你們都在 在講 風涼話講幹話了 不是不是 我們 那是老鄉啊 不是我 不是 要認真地做 對對 不要一天到晚想這個 你花時間在想這個時間 如果你多去做一點研究 對像老江一樣 像李快一樣 像我一樣 多做一點研究 你只要知道老江多空比 就知道了 對啊 你讓人家知道 你幹嘛講這個 你看到0.99 你看到開高還敢追嗎 你是白癡啊 沒錯啊 準不準 我禮拜三那個時候 來到0.8 我就跟他講說 這個出現警訊了 沒有錯 我都視線跟大家講的 我都認真看 我是覺得觀眾也好 那個王國都沒看 觀眾也好 會員也好 他們要的是什麼 他們要的不是這些東西 對 沒關係 這是他們個人的事情 我們回到這個 還要跟他談一下 像是楊金龍 楊金龍就說什麼 台灣是NIKE型的複輸 就是你剛剛講那個 TICK TICK SHOP TICK SHOP TICK SHOP 就是NIKE型的一個複輸 當然你看到旁邊那位就是 這個是我老師啊 這個賴士堡 我賴士堡現在講話 應該沒什麼要聽了啦 你小心喔 你小心喔 他說他是氣管博士 我說真的 我不是 他是我們學校的 他是你們學校的 對啊 陳大 他也是我們政大的 對啊 我在政大念會計研究所的時候 他在政大氣管所教書啊 然後他那一次選上了立委 其實那時候聽他講 我都一度想要去當他助理 我覺得他有很遠大的夢想 可是我不知道 原來遠大的夢想是 是不是 你不要講政治 不要講政治 不要政治換道說 人家說我們 說我們政治怎麼樣 我們回到剛剛提到的 武漢 對不對 武漢解封之後啊 事實上呢 我剛好在昨天 我跟黃靖哲去上這個 國事現場 剛好談到這個問題 武漢解封之後 傳出幾例卸診 你知道嗎 八例 但是呢 卻要怎麼樣 展開全市的核酸檢測 這個有一個很詭證的東西 如果只有八例 這個比例原則應該不用詮釋 理論上 八例的話 按照我們台灣的做法 很可能是 異調 800人 差不多嘛 一個人接觸100人 或者是這5天之內乘以5 4000人 對不對 就像上一次一樣 我記得上一次 這個盤石劍事件 對不對 20萬人 20萬人 4500個人 20萬人 這差不多一個比例 他 8人確診 他要全市異調 他要全市的 做核酸檢測 要1100萬 這怪怪的啦 我們只能說這怪怪的 是不是 我們覺得中國疫情結束 但事實上並不是呢 這是一個很大問題 那我們這邊幫他統計說 根據統計局的官方數據 2018年 武漢市的長住人口是 1108萬人 那這次他說呢 他在 截至4月29日 武漢市已經核酸檢測了 103.40萬人次 那如果要全員的核酸檢測 要10天內完成的話 這對武漢市的核酸檢測能力 是一次的相當大考驗 其實 現在說中國 中國不只武漢 其實像北京或上海 其實呢一些相關的核酸檢測 他們這個做得非常的 應該說做得非常完整 因為我有時候 我家旁邊有這個 一些比較小吃店啦 其實老江知道 我們附近其實外省住很多 沒錯 小吃店都是看中天的 有時候沒辦法 像說 沒想要把 吃一個麵 吃一個飯 沒想要把 拿回家裡吃 看中天他在跟你播 哇 中國做得多 滴水不漏 防疫多值得大家做模範 但是呢我們剛剛講的 如果只有8人確診 為什麼要測1100萬人呢 這是一個很大問題 可是 要測1100萬人 有一種東西上機就來了 我記得我們 其實之前 柏萊吉又還沒有播出 沒辦法 不過還沒播出之前 我跟老江還有這個 王博已經講過一集 講台康了嘛 沒錯沒錯 台康這一次就是跟 保齡附警他去 民間隊的快篩 雖然說保齡附警 現在第一次是被推薦了 好像今天下午 會補薦什麼等等 不過老實說我覺得 過的機會是蠻大的 因為我們所知道 他現在能做到 是能夠在 0到5天之內 很少的病毒量 就能夠撤出來 不過說真的 現在撤得快 好嗎 不見得喔 對不對 因為今天發生了一件 很即時的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這個新聞 白宮啊 他用亞培的這個快篩 結果呢 那個快篩很厲害喔 15分鐘還是45分鐘 就測完了 結果準確率多少 只有3分之1到2分之1啊 這樣比半分的比較不準 那半分的一樣啊 3分之1到2分之1 有檢測跟沒檢測是一樣的 對 就像之前有人去買中國的快篩 去測水果陽性啊 沒錯 一樣的道理 所以這準確性可能是一個很大問題 所以大家會問到說 對啊 做快篩現在光是美國 據說我記得光是美國啊 全世界只有700多家要做了 其實你用這個觀點來看這個問題 我是用另外的觀點來看 中國大陸是要跟美國展現看 你看我這件 我很厲害 以前我很厲害 我10天內測完 我10天內測完 對不對 你美國如果能像我這樣做 你疫情早就空吃住了嘛 這個是從另外一個觀點 當然有一個可能是怎麼樣 它很嚴重嘛 這可能就是我展現實力給你看嘛 那到底是哪一個 講說我們沒有在那邊我不知道 不過到底是怎麼樣 就告訴你 快篩需求現在會非常的大 沒錯沒錯 因為你現在做不出疫苗 做不出藥物來 所以快篩需求會非常的大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 這今天的新聞 白宮的新聞 還有另外一個新聞 我相信大家在早上 劇院網都有看到了 這個所謂美國現在搞什麼 國藥國治啊 有某些藥 你只能在美國製造 那你如果不是在美國製造的話 不好意思喔 你不要來做 其實我跟你講啦 這個 講這個是外行人的話 這個根本就不可能的啦 你知道嗎 你不是說我要吃一次就可以吃耶 你那個原料要你那個原料 你那個整個生產的一個規模 從哪邊來 的確沒有錯 這個要實行性 我想有很大很大的困難 不過 能夠最先拿到說 美國 東西美國做 我想可能在現在就是所謂的 武漢肺炎相關的 疫苗 藥物跟所謂的快篩 未來你要在美國 能夠做 能夠有市場的人 你可能就必須要去美國設廠 沒錯 不管你到時候 有料到哪裡買 哪裡買 或哪裡怎麼樣 你在美國沒有廠的人 你不用進來了 我想這可能也是一個商機上 他的一個擋住 他讓那些雅培啦 讓那些所謂的一個 輝瑞 你平時繳很多睡禁給我們 美國人的 你有先這個機會 不過你也不要去羨慕 雅培跟輝瑞 我們剛剛提到的 雅培所做的快篩 準確率只有三分之一 對不對 如果去測水果 說不定也是陽性啊 他說出現未陰性的機率 是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那我跟大家講就是說 台灣其實有一家公司 這家公司很有趣 這家公司叫ABC 這是三分之一 不是教英文的 對不教英文 不是什麼 不是教英文的 這家公司叫做瑞池啊 這個Apply Bio Code 他其實他在做什麼 他做生物條碼的 所以生物條碼 你想說這種東西說真的 他掛牌掛了半天 我記得 他在應該說他在新櫃搞了半天 你根本連看都懶得看 沒錯 結果這一次呢好死不死 遇到了所謂的武漢肺炎 原來他在做什麼 你知道嗎 他之前就在做 呼吸道的病毒檢測 他可以檢測出 20種不同的病毒 現在多加一種 所謂的一個 這個COVID-19的一個 一個病毒的檢測 所以呢這部分一加進去之後呢 其實他的檢測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核酸檢測 剛剛武漢現在他們 中國大陸在用核酸檢測 就所謂用RNA核酸的什麼 RT-PCR的一個檢測方式 RNA就是核桃核酸嘛 對不對 那你看到其實現在啊 其實他的狀況就是 他前幾天 5月11日 他有辦一個上市前的茶序 大家喝茶 他提到說 他在跟美國FDA的這個 EUA就是所謂的緊急使用的命令 做最後確認 就剩下最後什麼商標 或什麼改一改 可能就OK了 最快最快 他說今年月底之前 這個月底之前 他就可以先出10萬人份 而且重點在我們剛剛提到的 如果真的美國未來真的要求 這些某些藥只能在美國做的話 他剛好在今年年初 他跟 新墨西哥最大的醫學檢驗室 簽訂採購合約 對不對 目標說他五年之內 美國市佔要達10% 不過他有跟大家講一句話說 這個是媒體自己預測的 這不是他自己說的啦 這是媒體預測 不過你想想看 這麼小的一家台灣公司 這一家公司老闆 還 我跟老江一樣 台南人 老江你不知道對不對 我不知道 台南人 其實他是台灣人 這是台灣之光 而且你看到 他去跟 他美國 新墨西哥的醫學實驗室 簽訂採購合約 所以 東西未來都可以在美國自己做 而且他現在取得 美國EUA的授權之後 如果你看亞培測不出來 會不會讓ABC來測 這我不知道 不過呢 你去留意到 他會不會是台灣的所謂的 瑞基第二 我想這可能是 我們剛剛調到這 武漢肺炎的檢測到現在為止 我想或許是有一些商機 甚至包括我們看到 其實本週 有一家公司 哇 很猛 大牛飛了 叫做G家 對 這王伯利 告訴我們 這個一看就知道是什麼 一生精彩嘛 這個才是一生精彩 我沒有 還是蠟燭熟 因為是想特別亮 我覺得啦 多花點時間在做研究 不要想那些有的沒有 投資人看得出來的 好啦 這檔股票是摘經濟概念股 其實這檔股票 當初我在操作的時候 其實也是跟李快有在聊 因為現在怎麼 現在其實有一些需求是一直輸來 那如果說 有一些需求一直出來的話 其實你從這個角度 是可以做突破的 你可以找到機會 那其實今年有一個狀況 就是有的股票 大家都以為以前很牛 很 那種大象的股票 今年都飛了啦 所以我覺得說 你也可以從這個角度來選 那技嘉是宅經濟概念股 那本身就是 還有受惠那個 Intel有出新晶片嘛 現在賣入那個所謂時代 然後包含像NVIDIA出新晶片 AMD也要出新晶片 所以我覺得 如果後面的那個補償性的那個 生產補償性的需求出來的話 我覺得它是受惠 它創今年新高了 沒錯 對對對 前四月營收是年徵的嘛 其實前四月營收要年徵很難 你知道嗎 因為剛好我們遇到那個肺炎 為什麼這麼巧 今天收盤 不是全世界要年徵的 這不是今天收盤啊 今天收盤62.4剛好啊 剛好是62.4 對啊62.4啊 你算得真準啊 其實我跟你講 你說年徵的很少 其實是不對的 其實年徵還蠻多的 還蠻多的 只是說我們要努力去尋賞 對 保達年徵很多啊 對啊 保達第一季賺了一塊 0.99 第二季賺更多 對啊 其實都有這些年徵 其實你看到 你不要小看說 大家在發生這個COVID-19 事實上很多公司很厲害 就包括這個技嘉 其實我說真的 我不想幫他補充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技嘉其實它有 它今年第一季啊 它伺服器出不少 你看不出來 你知道揮達 揮達英特爾 對不對 出版卡 出主機板出這個顯示卡 不是耶 它連伺服器都有出 它佔的佔比 我們有記錯是15%上下 沒錯 而且第二季它說伺服器還會呈現 雙位數的增長 哇 為什麼 它在幫AMD出伺服器啊 這個大家可以去注意到 其實 很多東西 看今年伺服器需求大的習慣之下 哇 這些公司 真的都還蠻具有這個想像空間 而且今天我跟你講 今天我們又多一家公司1500塊 喔 細粒 細粒 對不對 它從666 對 漲到1500 5啊 666啊 所以你說這個到底是一身精彩還是 蠟燭要熄滅之前 蠟燭要熄滅之前 這個應該是一身精彩 對 我說有很多個股 大家來講呢 就是說 你從什麼樣的角度去看 我覺得都OK 所以老江今天有什麼一身精彩的股票 好 那我們講一身 現在全台灣最熱門的是什麼 迷你LED 為什麼迷你LED最熱門 因為小郭一直推薦 不是小郭一直推薦的問題 那哪一個小郭 這個小郭不是我 那兩個小郭 是另外一個小郭 迷你LED之所以會 大家特別推薦是 因為 蘋果要來台灣這邊設廠 而且他要來設廠 這個也不用我們要求他啊 其實來講呢 川普要做到這個像台灣這樣的話 他就成功 所以 現在全台灣最熱門的就是迷你LED 所以小郭在這一篇文章裡面 有特別寫一個東西是對的 就是說在迷你LED來講 大家在講精力嘛 精力是 這個經驗座或者龍打座的 或者講那些什麼檢測設備 什麼 調檢設備 什麼揮特 其實迷你LED能不能成功是什麼 是它的聯合技術啊 對 SMT 很小很小很小 所以是聯合技術嘛 那台灣聯合技術 只有兩家 一家叫做什麼 台表科 台灣表科 另外一家 這一個今天寫的這一家 被小郭寫了之後 是大疊啊 而且 而且 他說台表科被搶單 結果台表科大漲 對啊 寫了一家 因為這個東西他寫是講 這個 DISKY嘛 我突然想到 因為他 小郭齁 他前一篇是寫 滑通 叫他放空滑通被要滑 對 滑通被告上去 這次寫說 大家要趕快買那個GIS 沒錯沒錯 但是他寫這個是對的 就是整個連著 因為 MinealLED來講 甚至以後的MicroLED 他這個好 我想我在這邊不用再重塑了 我記得沒錯我們在 是不是在那個3月19日那一週的時候 我們有講 老江就是講 台表科跟南地 沒錯啊 南地你看做個手套做到四十幾塊 也是很厲害 台表科也大漲 那台表科的這個連著技術來講 真的是 這個 才是一個決勝的關鍵 那你想看看喔 SMT如果是 大家去想 台灣的SMT只有兩家 一家叫台表科 一家叫什麼 泰勇 泰勇 6266的泰勇 這個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講的 為什麼我講他 第一個 泰勇他成立以來 15年來每一年都賺錢 這個都相當他能可歸 第二個來講 他今年要配1.58塊的這個現金股利 你覺得很少 問題是 相對於他的股價才20塊多 他的現金值率多少 7.7% 各位可以把他看 我把泰勇這個資料把它整理出來 第三個來講是什麼 他近五年的現金值率 你知道嗎 6.2% 就是這五年不是這一年喔 每年每年的這樣的一個現金值利率 那現在大家要講這個負利率 大家要講什麼 不一定會有負利率 但是我跟大家講就是說 這個利率長期 可能在三年到四年要往上去 調高利率機會很小 所以這個現金值利率的公司 就很值得留意 我記得上次 老江也講那個嘛 上次的寶達 寶達其實也是因為他的一個值率 真的相當不錯 對 他也大概是6.3%左右 那這一檔6.2% 那你想看6.2% 今年有7.2% 那是不是很好 好我們再來比較 回到那個善業給他看 那個台表科 他這個第一季賺多少 賺0.55嘛 股價多少 100多塊 現在106 106了喔 對 早上那個漲停是106 那台表科是 那泰勇賺多少 賺0.5 那如果說你看這個來講 泰勇至少 賣100零塊 你輸人不輸的 你至少有多少 40應該要有吧 至少40嘛 所以你現在20塊漲到40 你漲一倍 你覺得他股價還委屈嗎 所以投資朋友來講就是說 你現在看這個蠟燭 他是要繼續燒下去 還是要熄滅 很多蠟燭他不會一直 一直一直燒 所以投資朋友來講 就是說講這個 我們講的 這個就從 這一個 迷你LED的這一塊 去找出來這個東西 大家不要小看這個 這個 比如說SMT 我們未來的5G 未來的一個車用 如果說我們要輕薄短小 都要靠到什麼 都要靠到所謂的SMT 表面連鎖的一個技術 其實這個部分 在台灣來講是很強的 就是表面連鎖技術 就是我們把很多東西連起來 所以我們第一個 效能可以大幅度的提高 第二個來講 我們體積來講 可以變得很小 那台灣來講 最專業最專業的兩家 你可以上網去找 有上市的 一個就是台表科 一個就是 所謂的這個 6266的一個泰勇 所以我今天特別把泰勇 找出來就是什麼樣 第一個來 他股價20塊 你不要以為 他沒賺錢 他每年都大賺錢 今年第一季就賺了0.5 那麼 而且來講這家公司也很好笑 他這個四月業績稍微差一點點 那一般來講 四月業績差一點點 大家會怎麼樣 說什麼 沒勇沒勁嘛 就是說我管差一點 他馬上出來做一個解釋說 因為美國有一些減少訂單 他特別提到一個什麼 雖然我們的業績 這個四月業績是有衰退 但是因為我們的一個毛利率 大幅度提升 所以我們還是怎麼樣 還是有賺錢的 代表公司來講 對他的一個公司來 能不能賺錢來講 是非常非常的一個在意 那你就比較說 這個鴻海第一季賺0.15 合作還賠錢 合作現在63 那你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講 人家我們賺五毛錢 第一季就賺0.5 對不對 股價20塊不到 所以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物超所值 所以說真的 我每次都搞不懂 為什麼有人要投資鴻海 真的搞不懂 對不對 配4.2有人要投資 我真的搞不懂 現金值利率高 你這樣 你這樣 對啊 4.2 4.2跟7 80塊 來比應該也是大概 6% 7%左右吧 5%多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鴻海其實從去年到今年 他還沒填起吧 對 重點 值利率高是一回事 重點是要能填習 對 對不對 沒有能填習你什麼都不用做了 對 那這個是我第一個可以來講 第二個來講 外資今年賣超多少你知道嗎 6000億 6337億 哇 你算得真清楚 覺得很精準 但是外資賣了6337億 我們台股是怎麼樣 以前來講 台股不知道什麼 迷迷迷迷迷迷 對 那今年來講 它是不跌而且還漲 所以我覺得來講 就是說 你在這裡去看空台股 我覺得就是說 以外資來講 短時間我覺得會震盪 因為外資來講 持續賣招 但是中長線對台股還是有幫助 因為怎麼樣 台股來講 不是只有說股票漲而已 我們台灣的這個金融機構 從一月到現在 我們是怎樣你知道嗎 我們的存款是增加的 老主持平議 因為他們都沒有出去吃 就是錢匯進來的這個 比匯出去還多 你無關有錢吃 我想 錢存在銀行 這個是一個不爭的一個事實 所以我覺得 在目前這個階段 我還是重複那一句 在低利率的時代 你擁抱現金是越來越窮 當然有很多人跟你講 Kind is money 現金為王 但是我跟你講就是說 我覺得來講 就是說在這邊來講 你找尋這一些 連續五年 現金值利率都6.2% 今年現金值利率7% 而且來講 你看他的 這邊我們把它顯出來 像這樣的一個公司來講 而且怎麼樣 低價嘛 低價就是最大的一個王道 最重要最重要來講 蘋果來設 大家當然台表科一定會入列 那台表 我們講蘋果的一個策略是什麼 一定有第二供應商 他不會只有找一家供應商 他會罵你吃太肥啊 對 所以說你看看任何的一個東西 你說以前大力光很好 他就去扶植玉金光嘛 對不對 鴻海很好 他就去扶植核塑嘛 這個是 核塑也很好 開始扶植利率 一定都是兩家三家 這個是蘋果的一個策略 所以說台灣你就是SMT來講 這未來一定會 蘋果一定會下單給他嘛 這個是不得不 也許他接到一個訂單不多 但是你要想看看 蘋果的如果 迷你LED這個開始以後 這個市場以後會有多大 全世界來講 目前來講 OLED的一個面板就會被取代嘛 因為為什麼 因為接了下來 5G的一個這個手機來講 他的一個散熱呢 是更加重要 那OLED來講 他的一個面板 他的這個發熱的一個程度 是比較熱的 那迷你LED來講 又不發熱 又便宜 然後色彩又好 那水果要用 OLED的成本是比較高 對 OLED成本比較高 而且他最重要是會發熱 對 在5G來講 以後這個傳輸速度會快 我們的手機一發熱 為什麼 這個我們講的那個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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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紅茶店 為什麼他也不好 我以前拿他的手機 拿到這邊 會燙人耶 講到會燙人耶 而且紅茶店的那個手機啊 對 用一年半以後 他的電池很多都會膨脹 對 那為什麼 就是因為太熱 如果太熱的話 我們 影響了電池的效用 我們手機效能會減半 而且我們面板的一個亮度 會減很多 所以mini LED 這個是未來勢在必行 那mini LED 我就跟大家講 他真正的一個技術就是SMT 表面黏著 那很小顆耶 你要把它黏起來不簡單耶 所以說大家講說 我們在講蘋果的策略嘛 那蘋果他不會只有擁有一家 任何一個產品都是一樣 那台灣來講 現在能找的就是 不然你上市公司找他 那個當然我們小國寫說這個 GIS啦 但是那個 因為GIS來講 他已經在他貼合那個部分 他不會把這個技術帶給他 所以最有機會入選的 就是我跟大家講的 6266的一個泰油 那其實我們看他的一個股價 他的一個位階 欸 會計師講說40塊的喔 那不是我講的喔 欸 現在到40塊就漲一倍了耶 對 大家知道太勇董事長 其實是 某一家公司董事長的老公啊 對 這個老江知道嗎 我知道我知道 凡宣 對 所以其實他們是 其實他們是 他們講就是說 有些人把這個 是不是女尊男卑 不是 他把他列入是一個 環宣的一個 一個他們的一個集團 一個概念 他們這個服務很有意思 尤其是這個 這個宋董事長 他很喜歡創業 對 他很喜歡創業 他這很有意思 而且真的這是一個怎麼樣 真的是純台灣人 我說真的 我看到這 我每次看到這個 這個所謂的一個 現金股力這個表 我都很感慨 這個禮拜出現有一家公司 我不知道老江有沒有注意到 叫陶蒂 我知道 我看到 真的是很離譜 古年炭12塊 配多少給你 0.17現金股力 這是把投資人當什麼 動作潘納嗎 不是只有陶蒂出問題 去年你看看那個有沒有 那個4943 配到那個現金股力 配鋪出來說 錢在大陸沒有會過來 有沒有 所以台灣其實有很多公司 都很好的 所以真的 KY的股票你要投資的時候 你真的是要打聽 打聽清楚 剛剛講那個陶蒂之外 還有這個 今天好像康有 你也配很慘對不對 配四塊 四塊是兩塊現金 兩塊股票 他的現金也創新低 所以我看泰勇的那個 盈餘分配率好像是蠻高的 很高啊 而且不是 我在講一個很重要的是什麼 還限限到多少錢 70幾塊 70幾塊嘛 對 對不對 的確沒有錯 你們這樣是比較這樣不大 好不好 現在是平權耶 兩性平權 不是嘛 這個 如果說 講實在我以前看到夫妻在吵架 對不對 以前那個有時候我就跟他講 有一些公司 來跟我們董事長吵架 跟他拍桌子說 不然你當事長是要做嗎 對不對 這個到最後這個是比實力的 平常大家當然有互相尊重嘛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就像講的 我們去找一些 這個配股很 你看這個配股 你把它 把它弄出來看 有沒有跟我在上個禮拜 我在這邊 我記得上個禮拜 我是講寶達 寶達 寶達14年配了多少 配了26塊嘛 你看這個都不慌多 而且是連續每一年都賺錢耶 再不好再不好都賺錢 連4月份他的業績 他大概只有50%而已 他也發一個新聞稿就是說 雖然我們的業績衰退 但是因為我們的毛利率很高 所以我們還可以維持獲利耶 那未來業績回來就是說像 其實來講你看台表科 他也跟你講說我業績還是看不到啊 那股價在漲啊 那台表科在漲 就是有一個示範的一個效用 所以說投資朋友來講 就是說以前來講 太陽能在漲每一個都就漲嘛 防疫概念股在漲每一個都在漲嘛 而且這一些公司在漲的 投資朋友我跟你講 就往往是怎麼樣 最低價的一定會漲最多 其實有一群法人是這樣 當領頭羊出來之後 他們會去 那個台灣的產業 然後當台灣的產業他看過之後 他覺得哪些股票低估 然後他就會開始進場 那當他開始進場之後 其實往往那個股票上來的速度 這不是這樣 這個基金經理的角度 我知道你現在 譬如說你買台表科很賺錢嘛 對不對 我不可能再去買台表科嘛 我幹嘛幫你抬腳 我幫你抬腳 我幫你抬腳嘛 他要丟給你耶 對啊 那我就趕快去買什麼 跟台表科一樣的 為什麼後面漲的會漲比較快 就是這個原因嘛 我們以前 像我以前在這個蘭亞塑膠 也是這樣啊 你買西紅我不手紅去買雙紅 沒錯啊 對啊 就像你看那個散熱的出來 泰碩一出來 你們有沒有 雙紅超重 然後什麼 齊紅一大堆 每個都漲上了 雨露均張 為什麼 因為基金經理人知道 就是我不可能 你有的我不可能去買嘛 這個也是投資 剛剛我們王伯講得很好 那剛好這個機會就講 就是說這個也是啊 那頭顧老師也是一樣啊 你已經有很多的 我要幫你去買 我幹嘛幫你抬腳 100塊的恆大 對啊 沒錯啊 所以說我們 你要漲給你漲好了 對我們提供很多的這些公司 給投資朋友去參考來講 當然就是說你長線去看 至少你100 你把錢放在銀行 你現在多少 0.6%嗎 你要問王伯最清楚 王伯那天照一存定存 回來氣急敗壞的 很不爽嘛對不對 他那邊一直幹掉 我說我早就知道 你怎麼到現在才知道 對不對 說1年起多少 沒有那很低啦 0.4還多少 0.4 沒有啦 0.6吧 很低啦 反正現在喔 又降息 又降息了 現在不僅是 現在你要借錢 1%都可以借到了 沒有錯 對啊 這個紓困貸款 10萬是1%喔 對啊 那你1%可以借到你利息 你最多就0.4 然後房貸現在是1.36% 對 1千萬以下還有在降 沒錯啊 1千萬以上是1.36 那所以說你把錢放在銀行去 不用錢也不如來買這些股票 長信裡有很大的機會 那我先來問老江一個問題 對 最近有一個講法是說 紓困貸款可以借10萬嘛 對 現在銀行現在辦很兇 沒錯沒錯 那可不可以把紓困貸款借出來 去買台灣50或去買泰勇呢 我覺得這樣做當然你要去買 不好啦 人家是紓困的 不是不是不是 你們這樣子搞 現在PQ要討論這個問題啊 但是我覺得 錢要用在 沒有沒有 講這個問題會覺得說 人家是要給你紓困的 你就好去紓困 我們不要用政府的錢來賺錢 其實台灣我跟你講 在銀行體系的錢那是桌到哪兒 你要去紓困的 拜託你不要來買股票 不過他剛才的問題是說 你錢賺出來 你是要買台灣50還是要買 不是這個問題啦 不是這個問題啦 我是說可不可以借出來 買這兩種東西 但是我說真的 其實我的目的就是 讓老江告訴大家 說真的 巴貝特為什麼 遇到很多股債都沒有垮 因為他不尷尬 沒錯 借錢就是其中沒有尷尬 對 所以說我在節目上 我一直跟大家講什麼 其實在之前在那個 疫情很差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過什麼呀 在疫情最差 如果你用融資買的 你早都死光光了 全部死光了 對 但是你用 你如果用現股買的 現在都回來了 沒有錯 其實你買在台積電 買到340 你總賠也是賠個5% 10%而已啊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講 也許來講 不要借錢買股票 第一個不要借錢買股票 第二個是什麼 不要做當衝 而且我真的會建議大家 除非你很清楚 個股漲跌 不然的話 你也不要買全證 沒錯 這一次我有朋友 光是 建設的一檔全證 他秀給我看 他的庫存表 1200多 1200多 他說當初花了 當初花了大概 八九百萬買的 最後 輸回來剩八十幾萬 對 他輸回來八十幾萬 他偷笑很久了 台灣買全證 我也講幾萬 是最笨的人 因為股票漲 全證也不會漲 你們這樣搞下去 會斷了很多 投顧老師的生命 不是不是 我們是希望投資人賺錢 不要 就是說 怎麼去做當衝 你給他去累積當衝 我每天都有給他累積出來 你知道嗎 賺都是賺一毛兩毛就跑 對啊對啊 然後賠就是 最後才面賠 所以 還有人看電視在當衝的 沒錯 對 所以我們跟大家講就是說 讓大家 保持一個可以賺錢 一個正確的一個觀念 你買這些公司 你給他放著 也許短時間會有短套 也許有可能 但是你給他放個三年 五年之後來講 一定大賺的嘛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大家的一個機會 所以就是限股操作 不要幹崗 沒錯 我想真的是 你在投資任何東西 我想你如果限股操作 不要幹崗的話 你根本都不可能會死 沒錯 但如果 你不限股操作 如果你幹崗操作 借錢來操作 把房子壓了到最後 其實我就想到一件事 我們時間不太夠了 讓我講完 再給我兩分鐘我講 好 我在剛入這個股市不久之後 因為我在做分析師了 我有一個學長 也是政大的學長 我聽朋友在那邊講 這個呢 他去買了什麼 買萊德 融資買的 結果萊德 下個名字貓貓 兩三百塊下個存 那時候大概說他剩60塊 他總是買什麼 怎麼辦 他去把房子抵押 來借錢來補融資追繳 後來呢 房子不見了 他爸爸給他的兩間房子 後來都沒了 因為萊德後來抵到多少錢 我記得沒錯的話 我知道都沒的時候 萊德大概抵到30塊 好 我再補充一個 更嚴重的 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買那個 宏達店 買1200塊的 跌到 本來都用現股 他因為 全部都沒有用融資 跌到600塊 他說 我就不信老有的 保障水 把現股賣掉 全部去換融資 結果跌到300塊之後 都沒有了 這幾年最慘的就是 國巨買在1000多塊 對 所以我覺得說 投資票我們是量力而為 當然投資來講 真的是有風險 那不要把自己 搞到自己 很辛苦 我覺得 那王伯有沒有例子要告訴我們 沒有沒有沒有 我是覺得啦 我是覺得就是說 其實台灣股票市場 還有很多股票還在低檔 對 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但是 就像王伯這個禮拜 我覺得技嘉就真的是 抓得非常誠實 沒錯 台表科也抓得很漂亮啊 這次有台表科 之前 台表科也有講 台表科也有講 所以我現在講這一講 叫做什麼 叫做小台表科 對 所以我覺得大家 如果說 真的需要一個訊息 不要自己在那邊亂猜 因為最近 好像 我有一些那個 訊息進來 好像有人 做望虹也用猜的 做精彩也用猜的 一生精彩 不要這樣 不要用猜的 就是說 如果你們真的需要訊息的話 我想李快啊 那個老江啊 王伯你們可以 按照自己的屬性去選 然後一個完整的規劃 對大家來講 會比較好 好 除了大家操作水裡 然後我是李冠欣 師父王伯王劍文 拜拜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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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